我的回忆录第25篇 不能说的秘密 帮助极有找工作 为娘难难 护国寺歌厅 何罪 看到圈子里的极有名园 每天待在同志公园母带园 游收好闲的 我决定带难难歌厅演出 晚上我们到了护国寺宾馆 地下一层是歌舞厅 老板是我的朋友 娱乐场所的人都叫他四姐夫 安排我们到包间给客人献舞 难难跳了一曲坠血民族风 也就是很激情现代的 客人给他鼓掌 我还是老样子 因为我跳不了现代舞 我跳了一曲 自己放的音乐 原生态的银青 客户也是比较满意的 其实啊 在这个反串表演当中 有两个关键是很重要的 第一就是长相 第二就是才华 因为在上一次 我给老板介绍了一个 拳子里的反串艺艺人 梅潮风 因为他刚做完龙胸手术 为了帮助他 我让他知己和老板联系 他到了歌厅的时候呢 带着一条蛇 因为他是人与蛇共舞 是他的作品 没想到他长得比较特别 真的是特别的夸张 一曲下来以后呢 弄艺术的话 表演的话 我觉得梅潮风还是不错的 因为他与蛇共舞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真的是挺不错的 没想到 客人和老板不买单 给他接了账以后 就不让他来这里演出了 可见娱乐界形象 真的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跳完舞以后呢 老板给我们接了账 我们总备回去的时候呢 一个客户 把楠楠拦住 说一起喝点酒吧 但是楠楠呢 本来就是属于那种 没心没肺的 就答应了下来 没想到进去以后 好多客人给他进酒 一圈下来的话 他已经喝得 在那儿 躺在了沙发上 我只能打车 送他回家 也许 男男是第一次来到这种场所 没有防备的心理 导致自己喝醉 当然也有我的责任 如果提前又是告诉他 不要和客户喝酒的话 也不至于 喝得那么大醉 不省人事 还好 有我陪着他 我们两个打车 然后回到了家里 非常感谢我的粉丝们 和我一起 分享我的回忆录 不能说的秘密 第25片 叫我杨大庚 如果大家有 好的想法和建议 可以向我提出来 我的电话是 13701091247 杨大庚 二十八十八十十 处理 五十六七十 一十七十八十 一十七十六 第三十八十二十七十十